我今天的心情是相當高興的 是因為第一 我們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張家朗已經是花劍的世界第一 這個成功的故事 第一 表示香港是人才背出的 第二 就是只需努力 夢想和結果都會達到的 亦都反映在體育方面 我們已經是達上世界舞台 受人觸目的 一個香港的團結力量 第二 我都輕鬆的心情 就是因為大家都看到 我的新口罩 這個就是我們競選的新口罩 顏色我是很喜歡的 亦都很清晰的講述 同為香港開新篇 同這個重要性 我今天拜訪了五個商會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中華廠商會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以及香港總商會 商業 公貿 以及我們香港整體競爭力 這個方方面面是大家加留意見的 在加留意見期間 其實我已經感受到 香港的競爭力一直存在 而且是很有強勢的 大家的意願非常一致 亦都很認同我其中提出的施政理念裏面的 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重要性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因為我強調我們香港應該在未來五年 共同去解決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談的 除了是營商環境 去確保我們又可以保障到風險 又可以強化的一些方法之外 我們也要提及再工業化的重要性 就是我們香港會建成一個創科中心 而這些創科中心出來的成果 就會很大大增加了我們在工業方面的競爭力 包括它的多元化和高增值的工業元素 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有興趣 我正剛何時做好 正如我所說 我會花較多的時間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而我的同事今天亦都在這裡準備 和我很認真地去商討政綱的內容